玻璃工廠裡老闆忙著在燒製玻璃 員工則站在一旁 把燒製好的玻璃罐裝箱 工廠裡除了員工外 沒有任何遊客 五二零過後 兩岸關係激動 觀光產業大受影響 就像新竹這家玻璃工廠 根本沒有客人上門 走進教學教室 老闆拿著噴火槍 對著玻璃材質的石板噴 準備測試玻璃板的隔熱效果 但看看教室前方 原本要給遊客坐的位置上 卻空無一人 受傷急的還有這間 原來是生技公司 轉型成的觀光工廠 工廠大門禁閉 完全沒半個人 周圍非常冷清 你們為什麼把門市關起來 因為現在那個路客減少 我們那個成本不合負荷 以前高的時候 有多少團會來 一天的話差不多三四十團 跑不掉了 現在呢 現在的話一天不到三團吧 因為路客線索來台 原本期待新政府上任 帶來新氣象 但短短的三個多月 得到的卻是關門倒閉 工廠老闆說得無奈 但背後盡是 滿滿的心酸 記者和孟謙黃志昌 宋喬一新竹報導